8月的最后一个交易周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 这里是由现代电视为您正在制作播出的 今天不炒股 我是攀位 问候各位 刚才有说到了 本周是8月的最后一个交易周了 我们看到多工双方依然在呈现出 一个胶着和争执的这么一个状态 好像似乎每上升一点点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究竟是为什么呢 那么对于接下来的行情走势 我们的嘉宾会给出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9月份的行情 我们又是否能够值得期待呢 一系列的话题 我们要有请嘉宾带来解读 让我们为各位来介绍 欢迎到的是来自香港国农证券的资深分析师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方泽敲先生 欢迎你 你好 大家好 从目前指数的点位来看 离之前的那个高点就两万六千一百点已经蛮接近了 感觉其实一步就能上去 但是实时始终上不去 就是对后视您会怎么看 其实你一样 就是说港股就比较落后 比如说A股还有美国 它们也是比较靠谱一点 主要是因为之前来讲 香港也是国王法的成立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股权 也是一直在打压中国的一些重概股 比如说基因跳动啊 低桃啊 还有这个卫星啊 就是墙避它们下跋的一个威胁 导致到一些就是港股 也是有一些沙跌的情况 但是你要看看最近的情况 也是有比较改变了一点点 现在这个也没有打压了这么厉害 另一方面也是你要看看 现在这走速还是在25500点左右的速尽上面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现在的只要 这个大市只要在25500点以上 就是这个时天移动平均上以上 其实我觉得就是港股也比较安全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看大市的情况 因为现在有不少的也带行的 也是拓制股 比如说阿里巴巴 之前的小米啊 也是正在香港的一个 很像就是说成分股里面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对于大市的 后市来讲也是比较乐观一点的 因为现在的港股的 比如说其实包含太多的一些地产股 还有金融股 他们就是大部分 所以来讲就疫情来讲 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有一些改变了 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大型的 科技国比如说美团啊 京东啊这大型的一些 科技有会拉进这个 这个行政局的成分股里面 对于这个行政局的走势肯定是有利的 因为我们看看美国来讲也是 这个那是纳斯达的一些 指数成分股也是比较靠前的 所以来讲也是一些的科技国 也是比较靠谱的 所以我对于9月份来讲也是比较乐观的 年间在虽然也是在这个25500点左右的数据 我觉得这9月份有机会突破 这个26000点左右的一个普及 大家也要内心的等待 好的那您的观点呢是认为说 指数只要能够维持在25200点 上方这个水平 后市无需过于担心 另外的9月份您是看的比较乐观的 对 好的 我们也从外围来看一下 其实其实外围的走势也是千一发而动全身嘛 我们看到外围方面 美联储这个鸽派的言论是不如预期 那这个其实也是大概率会令到中国央行的降准降息的概率会下降 所以这个会不会对于后市还是会多少有一定的压力 我觉得现在的涉率的这个走势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现在的每个涨市的这个机会其实就比较少了 因为他们也是比较低的一个利率了 现在如果再降的话 其实它也是负利率的这个情况 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个后述的一个情况也是不太好 所以来讲在这样子的机会其实比较少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其实思路的一些消失已经比较饱活了 有些消化了不少 我觉得现在美国也是看两个点 第一就是美国的第一月 11月的一个美国大选 去看看是谁来演 其实这个总统对于中国的一些态度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备 还有对于我们的股市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 另一方面就是看疫苗的时间表 就是发明的一个时间表 我们要看看这个疫苗的 因为现在的感染的元素也是比较多 如果要全面消灭这个疫情的话 其实没有太多疫苗出来 但是疫苗出来之后就像前两天特首林郑所讲的一样 在疫苗问世初期可能这个疫苗的抢购也是全球 都是争相去抢的一件事情 好那刚刚其实你有讲到说一些成分股 比如说像科技类的其实你还是比较看好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投资朋友 操作还是比较激进的 就认为反正我抄短线 我抄抄短线 我能抢个反弹 能赚一点 赚到一点这个盈利的机会 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操作风格适合当下这个事况吗 另外从操作角度 您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现在也是 我一天讲也是抄股不抄市 所以你说的就是说 抄就是短抄 就是很短去的 我觉得也有它的操作的一些可能智慧 还有它的一些好处 因为你看看这个也是特别一些 或是个人的声势比较厉害的 但是我要建议 提醒大家的 有个建议就是说 如果要短炒的话 可能要定立一个选 直选点 其实一个直选点对你来讲 尤其是一个最后这个防卫的一个危机来的 如果跌势这个防卫点的话 你可能跌到比较什么的危机 我们来每一团来说 现在还是在这个 斯坦移动平均性以上 但是你不知道哪一天 它会会蹦骨的 所以来讲 如果它跌到一个 比较深的一个情况的话 你可能就是你这个心里面 它好受了 所以来讲 即选点是一个投资者 应该持有的一个内心 还有他们一个经验来的 就是说调仓换骨 其实是可以鼓励大家这样去做 只要设置好一个合理的止损位 对 如果说到达这个止损位 哪怕是再痛 你也割肉出局吧 对 好的 那对于这个刚刚也谈到了是美团 其实我们也预告一下 下期节目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美团 好 那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您 谢谢 好 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的走进 现在电视的其他的财经节目 下一期我们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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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